川芳的球员缓步步入球场 今天的比赛呢 两支蓝色基调的队 8号杨孝天继续担当替补 今天在中场应该是张小冰代替了刘建越的位置 和吴熙打一个后腰 中国超级联赛山东鲁能 在主场来面对河南建越的比赛 刚刚开大不久 范琪的哨声已经冥想 比赛呢 也正式地拉开帷幕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BBTV的第一体育 与大家共同来分享的 中国超级联赛第九轮的焦点战役 江苏国气顺天对阵广州复利的比赛 小冰手发达左前位 他身高1米88 他的这个速度肯定是不及孙可 包括突破能力 来到左路的孙可 看这次 选择内切之后的右脚射门 他的的确确是标着对方的整个后方线的平行线在跑的 打回到中间 中间了 比赛进行到14分钟 孔特拉的球队取得领先 是江宁 人之间的配合 非常清晰的一次边中结合 只不过这次边中结合只有两个人来完成 两个人之间从边至中 而且移行换位 之前打中锋的哈姆德 重新出现在边路倒三角的位置 在内部切入之后回船 而之前在边线为他先做嫁衣的江宁 已经来到中路完成终结了 对 看得出今天开场之后 哈姆德自己的这个心态调整得非常好 比赛投入度相当高 看来了 过得漂亮 杀进去 卡尔坦森打 再打 这球越位了 这次是他个人能力的一次突出展示 一个人面对对方品字型的三人报夹防守 卡尔坦森的这条射门打得实在是有臭 对 还要顺到自己的主力脚还打出这么臭一脚射门 埃斯科德罗在中路确实就是耍得开 好机会 这次其实出击出现失误 被顺天的球员谎了一下 没错 这个赛季其实他犯错了场面 他说了一大篇的理论 认为复利的战术性 包括目前的比赛的这种风格能力 还是要强于路能 这下没吹犯规啊 哎呦 阿龙啊 他把球打成了愤怒的小鸟 直接飞上了看台 这是三层啊 阿龙 今天已经是第二次了 刚才抢了罚一个任意球也是这个效果 直上直下的射门打 有球迷说 看来领导对我是真爱 好的 这边都是自己人啊 哎呀 出来之后还有三秒 这小球 打得有点正了 张思鹏是最后一档 这是一个江苏球迷 江苏球迷对张思鹏的意见 哎呦 这个球第一时间打的话 角度是有点小啊 这个球 他有一点点不顺脚 其实打的难度也非常大 好机会 哎呦 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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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李扬 我们的李扬 他现在对于自己的这个脚法 确实很有心得啊 左脚还扣一下我们看 而且又是阿龙 又是阿龙 哎呀 阿龙真的是 阿龙是江苏人民的朋友 对啊 你干脆换这个深蓝色的球衣 好的 90后挑战90后 两个人都是90后 这球呢 罗建座看看方向出现了问题 这样的话 李扬罢建的本赛季 个人的第三个进球 也是第二个点球 第二个点球 这球重发的理由是什么呢 这个至少这个镜头 我们这个镜头里面 萨米尔是没有能够 没有啊 没有出现提前进区的状况 萨米尔还在跟范奇说 我根本没有提前进区 刚才我们也看了 他确实没有 我们开场就说过范奇的这个毛病了 真的是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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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顶住压力 罚了另外一个方向 而判断是准确的 厉害呀李扬 这种压力 其实对于他这个年龄段的球员来说 还是非常大的 27米定位球 大战远端 这个门框挡住了这个镜球 再掉后点 阿龙 哎呦阿龙这球还是没有能形成孤门 再看 这球太危险了 本来是本人 还有再到镜区里面 给回来 哎呦 肤是非常高的 这球就是笨后球打 运气不好 打在了远端的衡量力柱的交接点上 把阿龙换下去吗 哎呦 球进了 无龙球啊 这个球运气啊 哎呦 这个比赛 我们说这一轮的中超就是极富戏剧性的一轮 但是我们说这个球 张师鹏的站位为什么要那么偏 哦 他以为是打门 他以为是近角的打门 对 江宁这个球是算无龙 因为江宁这个球很可能打出去 这是李扬 一进一出 我们说这一轮中超要出幺蛾子 真是出了 哎呦这个真的是太意外了 太意外了 太意外了 刚好不过到底在想 啊 所以说江苏球迷讨厌他不是没有没有道理 好的 运气又来了 2比2 进区线以内的这一轿倒钩 啊 竟然是进了 这个球不知道有没有擦碰到球员发生一些变相呢 我的全过程 周云没有抢到点 卡尔坦森 哇 中间就中间就算这个人行蹭到的话也不越位啊 这个球卡尔坦森也没看球门 应该是蹭到一点 对 这球应该算人行的 蹭到也没越位 因为我们明显看到福利连续的在解说恒大的过程当中 恒大不胜啊 6比1 而我们这边的比分呢也是个大比分 2比2 6比4 跳败的最较球员 Cyr 这个 7 8 感谢观看